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7月13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打印的事 关于打印的事 前一阵呢,我做了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讲了在尼泊尔他们3D打印 什么叫3D打印呢,就是呢 3D打印就是立体打印 立体打印呢,就是说从空中和从地面的同时进行打印 做的那个视频呢,我讲完了以后呢 有一个网友给我那个提醒一下 说美姐,你要讲尼泊尔的话呢 你真的是不得不提一下 就是有一个叫库尔卡人的尼泊尔人 他们非常的骁勇善战 那我今天呢,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库尔卡人 库尔卡人呢,是尼泊尔的一个民族 这个库尔卡人呢,他们身材矮小 身材呢,不高 他们的男性呢,的平均身高呢 可能还没有中国女性的平均身高高 就是这么一个民族 但是他们特别的骁勇善战 我们都知道呢,有一些国家呢 是有雇佣军的 他们本国的这个士兵呢,不足 或者说呢,可供 可以参军的这个男丁呢,不足 所以呢,他们会从一些国外的一些地方呢 会雇佣一些人 这就叫雇佣军 那么在世界上呢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雇佣军的来源呢 就是这个库尔卡人,他是尼泊尔人 据说呢,英国是最喜欢 英国皇室是最喜欢雇佣这库尔卡人 做雇佣军的 他们呢,个子呢,不高 英勇善战 怎么英勇善战呢 挑选这库尔卡人的时候呢 他们库尔卡人呢 有一种弯刀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他们的男性呢,都会使用这种弯刀 而选这种雇佣军的时候呢 一个标准就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传得太神了 一个标准呢 就是你这个库尔卡人 你单人 你一个人拿着这个刀呢 你能不能这一刀下去 就能把一个牛头给他砍下来 就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先决条件 你如果你首先呢 你得拿一个弯刀 啪一下 就能把牛头砍下来 然后呢 你才为成为一个候选人 这就是尼泊尔的库尔卡人 他们是相当的骁勇善战的 他们呢,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是不好欺负的 那前一阵子呢 这个尼泊尔呢 他们就这个从空中和地面 对这个印度呢 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那这个呢 其实并不怨这个尼泊尔人 因为呢 首先说那个飞机 是他们飞过来的 是印度的这个飞机呢 它飞入了这个库尔卡人的这个领空 然后呢 他们把他打下来的 不过这个呢 到现在还差不多是个谜 因为呢 尼泊尔的他们这 尼泊尔的他们这个军事啊 是相当相当的落后的 这么落后的一个军事力量 是如何把印度的 那么这个先进的飞机给打下来的 还把他飞行员呢 给俘虏了 这个呢 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再又是呢 他的地面部队 也把这个印度 他的一个小分队 一个小分队呢 是14个人 其中呢 给他们打死了8个人 俘虏了6个人 一共14个人 等于说是全军覆没 对不对 就是全军覆没 那这件事发生以后呢 印度把这件事啊 他归到中国的身上 他说呢 是这个尼泊尔人呢 是受了中国的这个所使来打他们的 那真是搞笑 那你的飞机 你要是不飞到人家尼泊尔 如果你的那个军队 你不跑到人家尼泊尔的那个领土里面去 那尼泊尔他有着机会吗 对不对 中国人怎么知道他要干这个呀 再说了 你有什么根据说中国人指使的呀 尼泊尔不是一直都跟你们都很好的吗 曾经这个印度还 前两天 前一阵的印度还鼓动尼泊尔呢 说嘿 中国占领了在北边占领了你们的国土 侵略进了你们的国土 你们还不反击一下 结果呢尼泊尔他们的我不知道叫首相 还是叫什么总统之类的 他们最高首领呢 还跑到他们边境亲自去勘察了一下 说没有啊 人家中国根本就毫发无犯 根本就没有侵犯我们 好劲儿是尼泊尔 他们对印度的这个3D打印 或者是立体打印的一个情况 一个基本的情况 你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再到我那个视频里面去看一看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呢 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印度就说了 又是那个中国指使的 中国指使了巴基斯坦 来对我们采取了行动 巴基斯坦就是为了给这个中国出气 你看啊给中国出气 这是又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星期六凌晨的时候 现在我不是很清楚 是星期六的凌晨啊 还是星期天的凌晨 应该是星期六的凌晨 星期六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巴基斯坦突然就对印度呢 进行猛烈的炮轰 就在克什米尔地区啊 不是在别的地区啊 克什米尔地区 在克什米尔地区呢 这个巴基斯坦呢 对印度进行了猛烈的炮轰啊 这个一时间呢 这个印度啊 据说他们这个边境的这个士兵呢 是血肉模糊 说他们应该是死了很多人 但是印度呢 现在他报道的是 说他们就只死了一个人 这个数字呢 有点有点可疑性 因为那个巴基斯坦呢 对他们这个炮轰啊 从凌晨两点钟 一直给他炮轰 炮轰到黎明时分 炮轰到天亮了 然后呢 才渐渐的这个停止下来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印度就说啊 这个就是还也是中国指示的 说那个巴基斯坦呢 就是给这个中国出气 这是他一方面的说法 哎你要是说 你要是说呢 是巴基斯坦给中国出气 那你这个呢 就得说分析分析了哈 什么叫出气啊 就是说中国受了你印度的欺负了呗 就是说中国受了你印度的欺负 然后心里面窝了一口气 这口气没有办法出 然后呢 才由巴基斯坦来帮中国出了这口气 对不对 那你印度心里面就非常非常清楚 你跟中国之间边境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中国是一点过错了没有 就完全是印度一方来侵犯中国一方 而且呢 完全是你的错 对不对 不过这一点呢 莫迪早就承认了 莫迪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士兵寝入到人中国那边 中国并没有越境 是我们越了境 他们是承认的 他们的这个媒体呢 报道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6月15号这一天呢 就由他们的一个上校 叫巴布 就巴布 巴布呢 就带领异行的一些人 说看中国的那边 怎么搭了一个帐篷 就想去看一看 对不对 这都是他们报道的 这个呢 是没有意义的 就他们到了中国的这一边 而且他们描述的 那天晚上呢 一共打了三起 这三起呢 都是他们越过 然后到中国那边去的 第一次呢 是说 他要去看看那个帐篷 是怎么回事 对吧 就过去看一看 第二次呢 是说 他要去看一看 是不是中国那边 来了增兵了 这是第二次去看一看 第三次是呢 就是他们这个 第三次是 第三次怎么回事 我有点忘了 反正这三次呢 都是他们越过边境 到中国那边来 那我今天说的呢 咱们不说那件事 就是说 你既然是这么说 说巴布 巴基斯坦给中国出气 那就是说中国受了你的气了 才会有出气的 这个对不对 那不打自招了嘛 好 现在呢 他们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这个巴基斯坦呢 是给中国出气 另外一个说法呢 他就说呢 这是巴基斯坦 为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 这个不乏武装分子 来进行掩护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双面打击呢 一个是巴基斯坦 这是一面 另外的一面呢 就是克什米尔地区 他们这个印度控制的 这个地区 他叫查默克什米尔 他这个自己 他控制地区 克什米尔地区的 这个武装分子 也是在星期六的凌晨 这时候呢 就是印度 这我先讲讲 他稍微讲讲 他这个历史啊 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啊 这个地区 一共是分三部分的 这个南边 这一大部分呢 分东西两块 这个东边这一块呢 就是印度的 属于印度的 那西边那一块呢 是属于巴基斯坦的 然后在他两家 往北 那有一长六 那六呢 是属于中国的 这克什米尔地区呢 就是分这么三家 三家拥有这块 这个 三家拥有这个 克什米尔地区 其实克什米尔呢 他自古啊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他曾经在古代的时候呢 他是跟中国那边 他那里面呢 有好多的新疆人 有好多的西藏人 其实呢 你要说在古的话 这块应该说 所有的这些呢 都属于中国的 我那不说属于中国 他就是一个独立 独立王国 那他这个独立王国 后来呢 就属于这个三家 对吧 属于巴基斯坦的 属于中国的 还有属于这个 印度的 那尤其是属于 印度的这一块呢 就是以前的 那个 那个独立王国 那英国人撤了 英国人在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独立王国 英国人撤了 印度人独立之后呢 他是一直都是 一个独立王国 他就是一个 完全在印度呢 是一个完全自治的 一个独立王国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完全自治的 那时候呢 印度他们就修改宪法 他修改了宪法以后呢 就取消了 这个查默克什米尔地区的 这个自治 完全自治的 这个地位 就完全给他取消了 取消以后呢 就成立了两个直辖市 一个呢 就是查默 一个是克什米尔 成立了这么 两个直辖市 那这两个 或者是直辖的区吧 直辖的省 好像 那两个地方 如果这名称上 有点问题的话呢 请不要跟我较真啊 就是说 然后这两个地方呢 他就成立了 两个这个直辖的地区 完了以后呢 因为你现在 你就原来人家 就是自治的 完全自治的 一个独立王国 一个虽然说 对外呢 是属于印度的 但是他是一个独立王国 但是你这个宪法 取消以后呢 就什么东西呢 都是归印度管的 那这时候呢 他那里面啊 就有了一些 这个武装分子 有一些个武装力量 他们就不服 对吧 就不服 一直都是跟印度呢 在对立 打游击 那这次呢 也不例外 前一阵子呢 我给大家做视频 我还讲过 印度呢 就是 他常年在这个地区 进行剿匪 那他在这个星期六凌晨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个巴基斯坦和这个克什米尔啊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这个边境这个地方呢 他们就遭遇了这一股这个武装力量 跟他们遭遇了 大约有250到300人 印度就是说呢 这股武装力量呢 是从巴基斯坦那边过来的 是巴基斯坦对他们进行训练的和武装的一个精锐部队 那他们得的 可能得到信息呢 他们就进来了 然后呢 印度呢 这个军队呢 就来剿灭他们 跟他们就遭遇了 遭遇了之后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仗吧 你有火炮 我有这个炮枪啊什么的 就开了火了 那开了火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要知道 他那种武装力量呢 和印度的正规军呢 他应该说不是一个等级的 应该说呢 那些人呢 也不大是他们印度军的对手 那在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都是凌晨发生的 然后突然巴基斯坦那边就开始炮轰 这一炮轰呢 然后这些人就跑了 这些武装的力量呢 他们就跑了 他跑了以后呢 印度还从他们那个地方呢 给他剿灭了好多的武器 还有那个物资 还有金钱呢 然后就可以看出来呢 这些力量 是要跟这个印度军队 要打持久战的 这些年以来呢 就是说 在这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呢 这种事是老发生的 老发生 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呢 这些就会出来 来捣乱 然后到了冬天呢 就消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高原地区啊 高原地区 海拔高 空气稀薄 然后呢 又那个 又冷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 谁也不出来 受这个罪了 所以冬天消停 夏天就打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呢 这个印军呢 本来以为可以把这个250人到300人能给他剿灭了 结果呢 巴基斯坦这一炮轰 然后呢 他们就那个吹了 这一炮轰呢 反而让印军呢 大受损失 让印军呢 大败 他们印军还向这个新德里求援 说赶紧派救兵 赶紧派救兵 那他那个救兵可不是一下子能来了 那是高原地区啊 那高原地区你说到这儿呢 然后最近呢 他们在高原地区在那儿运兵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还有一个 有一个车 还翻到悬崖底下去了呢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那种山区呢 经常是那种 山路啊 是那种九曲十八弯似的哈 都是转弯的 你转弯的时候 有的时候弯啊 就特别大 如果你这车 到了这个弯的地方 有的时候拐不过去的话 你就会那儿有一个 会出来一个平台 然后呢 你这车来了以后 你要拐弯对不对 你你就往那边拐 然后你拐不过去 拐了 然后再往回退 退到那个平台上 然后再往前走 是那样的 那他如果你车特别长的话 你这样掉 你都没有办法 所以呢 就他们有一个 那个运输一个大车呀 翻到山底下去了 这是这个印度的情况 在那个高原地区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但是呢 这回就是巴基斯坦 从凌晨两点 一直到天亮 一直在猛烈的炮轰 这个印控的克什米尔地区 现在呢 据说那个地方 已经是轰的不像样了 报道说呢 印军是血肉模糊 然后但是印度一方的报道说呢 只死了一个人 就是大家呢 有点不信 觉得那种情况下 不可能只死一个人 这种事呢 他可能就按着就不说了 不像跟中国似的 跟中国他就是碰瓷 碰瓷 然后呢 他还找你 完了以后 啊啊死人了 不依不饶 天天的炒作 天天的不依不饶 因为中国是个大户嘛 吃了巴基斯坦的亏 然后就不压佑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关于这个巴基斯坦 和印控克什米尔武装力量 双面打印的这件事情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